这一世有空的时候 他总是会用心地多翻看一些书籍 偶尔也会瞅瞅诗词歌赋 虽然一下子不可能有多么显著的进步 不过至少还是比以前觉得 这些东西并非那般枯燥和无趣 更何况 这回就是不会凑热闹 不冲着别的任何原因 也得冲着那边有他想见的人呢 京城的路本就宽敞 再加上这个时候 街上来往行人不算太多 所以马儿好走得很 没会儿功夫便穿过两条街道 行至西街时 寒江雪却是乐住马绳停下 因为路旁一道极为熟悉身影 这会儿正冲他微笑呢 看那样子 似乎是专程在等他的 大小姐 是莫公子 紫月压低声音提醒着 语气里带着几分偷笑的意思 看向寒江雪目光也变得若有所指 寒江雪到老远的时候便一眼看见莫离了 这会儿 那里用得着紫月提醒 不过确保当着这丫头的面 一下子表现得太过不够矜持 因此 嗡了一声 秒是知道了 而后 这才不急不慢地架马走至边上 翻身下马之后 莫离主动上前 牵住寒江雪的马 也没什么收着藏着不好意思的 开口便诚实说道 估计你会骑马过来 所以特意在这儿等你 寒江雪侧目对上莫离注视 插拔着眼睛 俏皮不已地说道 我还以为你会说碰巧遇上呢 莫离说 特意再次等他 这让他很是开心 那种被人重视的感觉 当真是极其不错的 特别是这人 还是莫离 一早就想好了 在这儿等你 正好可以同路过去 心里是这般想的 也就这么说了 韩姑娘愿意与莫某同行吗 莫离笑意盎然 显然被寒江雪的俏皮所感染 不过话还是句句实在 然而 那样的实在 又恰巧却是 最为打动人心的地方 好呀 难得有人这般诚实相邀 本姑娘就准了 寒江雪笑得更欢了 干净力所印象 一早便将先前所想的 适当矜持 给抛到九霄云外 一旁紫月健壮 不忧地笑着摇了摇头 没有办法 大小姐这个性子 就是这个样子 还真矫情不了 不过直率 有直率的好 只要没对错人就行了 有了寒江雪一声令下 原本一行两人 成了一行三人 也没在路上多耽误 很快便各自上马 一并同行 往西戎侯府的方向而去了 一路之上 茉莉简单地给寒江雪 讲了一下 今年诗会大致情况 其中 让寒江雪 最为感兴趣的 有两个地方 其一便是 今年西戎侯府特赦的一处 与往年诗会 完全不同的地方 那便是特意请了京城最悦有名的几名 曲艺大师 现场为诗会上 折柜的十首佳作 谱曲 另其广为流传 这点无疑极有新意 并且也符合世人名利欲望 其中侯府还是颇懂得如何吸引眼珠 紧抓人心的 其二 更为重要的是 今年最终从十首折柜之作中 要选出第一名的评判 可不是一般的大师 而是东民国最富盛名 甚至于整个天下最为杰出的一代大儒 周老 说起这位周老 那不是一般的有才 学富武车 才高八斗 满腹经轮 博古能经 寒江雪 几乎所有能想到的好词 用在这位周老身上 都不足为过 东民国 哪怕三岁黄口小儿 都知道了这么一号人物 那是泰斗及大儒 所以寒江雪 自然明了是知道的 寒江雪 一直以来都对这位周老 有着极其浓厚的好奇之心 因为 他始终无法想象 一个人所学所知 到底可以深厚到 什么样的境界 他还听到过一句 用来形容周老 最为形象恰当的话 那便是 听其一句话 圣读十年书 可见此人厉害到什么程度 而这样子 比国宝还要珍贵的大儒 当然不是谁都有资格 见得到的 这次西荣侯府 能够有此等本事 请来周老做这最后评判 无疑是一件极为了不得的事情 虽说周老来了诗会 也不会随意露面 更不是谁都能够见得到的 兴许只有那最后第一名 才有机会 不过能够参加 由周老最后担当评判的诗会 对于所有参加的人来说 本身就是种荣耀了 听完这些之后 寒江雪不由得感慨万分 这个时候 才是真正悔恨自己 学识太少 拿不了第一 不然的话 真想见上那周老一面 余酿的圣人 说上几句话 也算是了却毕生 一件心愿 你也想见周老 莫莉见寒江雪 一副极为神往的样子 倒是不曾想到 这姑娘也会对一代大儒 如此感兴趣 那是自然的 寒江雪和莫莉 并且而行 速度不快不慢地走着 对于前者 现场谱曲传唱什么的 她只是一种真正的 看热闹心态 可对于周老 却是一种神圣仰望之感 如果时候有机会 我能见到这位大圣人的话 我一定得问她个问题才行 哼 什么问题 莫莉显然对寒江雪的问题 更感兴趣 也不知道 她到底有什么特殊问题 一定得见周老请教 见莫莉 特别好奇 寒江雪笑着说道 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甚至于还有些胡闹 不过就是特别想当面问一问 至于是什么样的答案呢 倒并不那么重要了 听到这个 莫莉没有在追问什么 调整目光也不再看寒江雪 只是浅笑轻语 主动自言自语一般 说了一句 说不定今日 你就能见到她了 寒江雪 自然是听到了的 不过也没多想 毕竟 见周老将的事情 她只随口说说罢了 更何况 与她而言 也并没有什么真正正事 非得见人家 所以日后有缘能见 那是福气 没那机会 也没什么影响 闲谈之间 他们很快便到了西荣侯府 虽然这会儿诗会 还没正式开始 不过他们来的 也算是比较迟了 西荣侯府安排接待的下人 很快便替他们将马儿牵去 而后 一入大门 就长相甜蜜的婢女 上前引路 领着他们 往诗会举办的后花园而去了 没走几步 迎面便看见李新鸣 急急忙忙地往这边走 瞧那个模样 跟被人踩了尾巴似的 神色可是难看不已 寒江雪健壮 不知这个家伙又犯什么愁 正嘀咕着 李新鸣也已经看到他了 朝他们挥了挥手 而后 更加快脚步跑过来 没一会儿功夫 李新鸣便到了他们跟前 停下之后 竟然朝韩江雪 疑惑不已地说道 诶 江雪 你们两个怎么一块来了 哦 门口正好碰上 别一起进来了 怎么 有问题 韩江雪不知李新鸣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管闲事起来 所以 这回话的语气 也故意拿捏两下 哦 没 没问题 我就是随口问问而已 见韩江雪 语气略显不善 李新鸣倒是从善如流得很 当下也不多问 更没在如先前那般 乖乖打量面前两个人 说吧 又极为难得的 游礼一回 朝着茉莉 点头示意一下 苏是有什么话 要和韩江雪单独说 想将这个站在一旁 有些不识趣的茉莉给支开 让其先走 可茉莉虽然同样点头回应 却并没有先行离开的意思 这让李新鸣有些急了 张口便想出声感人 不过还没来得及 却见韩江雪很快出声问道 李新鸣 你怎么了 刚才跟被人追杀似的 黑只脸跑得飞快 这是不打算参加试会了 直接回去 听到这一话 李新鸣脸色更是不好看 也没心情管一旁的茉莉在不在 脱口便受韩江雪发泄式的抱怨起来 哼 别提了 这样的破试会 不参加才好呢 走走走 你也别进去了 进去了只怕会沾上一身晦气 咱们还不如找个地方 喝茶看戏去 省得被这些自以为是 屁都不是的东西给影响心情 说着 李新鸣下一时便想拉韩江雪的手一并离开 不过 他这才刚刚抬手 还没有挨到韩江雪 一旁茉莉便上前一步 拦到两人之间 到底发生什么事 巴尔公子被气成这个样子 莫莉边说便拍了拍李新鸣肩膀 一副好心询问安抚的样子 莫莉举动 丝毫不危险的唐突 也自然的狠 一点都让人看不出 他是有意阻挡的 所以李新鸣倒也没什么不快 一时间反倒是因为莫莉主动关心 而拉近些距离 加上韩江雪也在一旁再次追问 李新鸣没有在急着将人给拉出猴府 还是停下步子 先行解释一下 不然的话 以韩江雪的性子 肯定不可能这般不明不白地跟他掉头走的 可是一想到那些 他还真是有些不知如何开口 瞅着韩江雪的目光 忽闪忽闪的 头一回有些担心 面前这个 向来比男人还男人的丫头 会不会太受打击 太过生气难过 见李新鸣半天都不滋生 一双眼睛 跟看个可怜小狗小猫似的看着自己 韩江雪感觉有些好笑 再次催促 喂 你今日是怎么了 跟个女人似的 别别扭扭扭扭的 有事赶紧说 没事别挡道 我还过去看热闹呢 被韩江雪这么说 李新鸣可是有些来脾气了 立马哼哼着反驳道 韩江雪 你有点良心好不好 我这还不是怕你不高兴吗 还是我跟个女人似的 别别扭扭的 我怎么就没见你别扭过 果然你就不是女人 这话听着 倒好像还跟我有关系一般 韩江雪被李新鸣质疑 不是女人 既不生气 也不恼火 反倒是还朝着一旁的莫黎 若有所思猜测到 难不成是里头有什么人 在说我坏话 被好打包不平的李二公子 给听见了 所以这才替我气不过 想来就是如此 一直没有出声的莫黎 这会儿却是微笑着回应一句 直接便肯定 韩江雪看似玩笑般的猜测 其实 从李新鸣刚才言辞神色 不难看出 他直接便想拉韩江雪 离开赵的原因 自打张家和韩家婚事 政治定下之后 韩江雪再次成为 不少人嘲笑的话题 所以这会儿有人在诗会上议论 也不是什么意外之事 剑韩江雪和茉莉之间 一问一答的 倒是直接把事情给猜出来了 李新鸣先是有些吃惊 然后想想 到底懒得理会这二人 怎么一下子就猜到了 只是 对眼前两个人之间那种 说不出的默契感 有些不太喜欢 嘿 对对对 你们说的没错 就是有那么群王八糕子 在那边瞎嚼舌头 实在是不是东西 我也是听不下去 便跟他们争了几句 没想到 这群混蛋说的更难听了 还把我都给拖下水去说 李新鸣气鼓鼓的说道 哎呀 江雪啊江雪 总之这一次呢 哥们我可是够义气的了啊 长这么大 我还是头一回 其人说话受气的 日后哥们有难的时候 你可不能坐视不理啊 李新鸣很快 便将一些难听的话 列举出来 既然韩江雪都猜到了 那他也没有什么好顾忌的 那些人说话 毫无口德 不过说来说去 无非就是那么点事 不是嘲笑韩江雪没人要 就是说韩江雪 名声差 自作自受 平日不学好 不做好 如今有了报应 连老人定下的婚事 都被人给气掉了 还有就是说 韩江雪本就一无是处 压根比不上韩雅静 半个手指头 更配不上张浩成 当然 是没有资格嫁入张家的 总之 说来说去 都是说韩江雪的问题 更有甚者 当众打赌 说韩江雪这样的人 但凡正常些的好人家 是都不可能看得上的 这话 可是比这位 韩江雪嫁不出去 还要恶毒 所以李星明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当场便骂那些人 说话不爱烂舌头 在他看来 韩江雪可是比韩雅静强多了 这些人眼睛还真是有点问题 心肠也有问题 比他都要坏 既然大庭广众之下 如此说到一个女孩子 实在是可恨得紧 谁知李星明 才替韩江雪说两句公道话 便被那些人群起公知 还污蔑他一定是和韩江雪 有什么特殊的 见不得人的关系 不然怎么会替韩江雪说话呢 这一下李星明可是气炸了 若不是一旁的世子李星华拉住 并出生让那些人赶紧走开些 是怕真的得打起来 如此一来 李星明当然在那边就待不下去了 掉转头便打算走人 还失会失会的 当真是好笑死人了 明明是一群屁事都不懂 只知说散道四人 围在一起 背后说人坏话 五颜仗气得很 连他这样的人都觉得 不屑再在这边待下去 而这一次 李星华倒是没有再拦人 只让他老实点回去 别在外头乱跑 他原本想着 在大门口守着 等韩江雪过来 便直接劝他回去 省得听见那些人乱七八糟的东西 白白气坏身子 却没想到 还没出去呢便碰到了 因此这才直接的想拉人离开这个鬼地方 一开始跟人争辩的时候 他也没多想什么 下一时就觉得这些人 这般抵毁韩江雪 实在过分 这会儿既然自己 这气也瘦了 当然得趁着机会 先与韩江雪增进些感情 拉近些距离 日后绿枝的事情 他得早期给帮忙参谋参谋呢 听完这番话 韩江雪却是不由地笑起来 上前一步 很是满意地拍了拍李星明肩膀 说道 醒呀李星明 这一回你可真是够仗义的 成 你这个人情我记下了 日后你有什么事情 我能够帮忙的 也不会推脱的 韩江雪哪里听不出来 李星明这事 才给他日后 可能要张嘴求帮忙什么的 提前埋个伏笔 送个人情 不过 李星明那份仗义 却是假不了的 所以这份人情 他当然是得记的 嘿 江雪 你不生气啊 见韩江雪 爽快应下自己 说记了这份人情 李星明倒不意外 韩江雪的性子 向来便是如此 恩怨分明 直率得很 不是那种小家的做派 只不过 见其听到那些 极为难堪入耳的话 还是这一半 没心没肺笑着 一时间不知 他到底是真不气呢 还是给气傻了 不生气呀 那些人爱怎么说 是他们的事 我可管不住 大家的嘴巴 当然 更加没有必要 拿别人的错 来惩罚自己 气坏自己了 韩江雪 轻快地说道 日后呀 你若再听见 有人这般说的话 也别费事 跟这些人争什么嫌弃 平白拉低自己身份 嗯 这倒也是 嗨 跟那一帮小人 实在是犯不着 李星明连连点头 既然韩江雪 真没把这些流言蜚语 放在心上 那他当然 也没有什么好恼火的 刚说完 却见那个丫头抬腿 便想继续往前走 一时不解地说道 诶 你还打算进去 那当然了 又不是我说别人坏话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 进去的 韩江雪 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 反问一句 别说还想去看看 凑凑热闹 就冲着那里头一伙人 热火朝天 对他说三道四的 他也得去热热场子呀 省得让人知道了 这还没正式进呢 就被吓走了 还以为他真有多心虚呢 话音刚落 却见李星明面色 呼得变了 一副没好气的样子 冲着韩江雪身后说道 得 真是巧了 这罪魁祸首 终于来了 闻言 韩江雪和莫黎 下意识顺着他方向 看过去 发现 原来是张浩诚来了 而李星明声音 故意拉得很大 明显就是冲着张浩诚说的 那满面不屑的神情 更是清清楚楚地 展露无遗 如此一来 张浩诚就算 想装没听见 也装不了了 说起来 张浩诚还真是不知道 李星明 突然冲他说这话 原因是什么 不过他也不傻 看着一旁的韩江雪 很快便意识到 李星明对他的怒火 应该是和张浩 两下婚事有关的 一时间 他不由地停下脚步 详细那天酒楼里面 二人单独相处时 所说那些话 心中顿时复杂万分 不知到底应该如何上前 和韩江雪打招呼 我还能冲下来 我还能冲下来 详细那天酒楼里面